老公 你收拾衣服干什么去啊 我去打工 咱俩昨天刚结婚 第二天就要出去打工 你到底心里有没有我啊 我心里当然有你啊 但是咱们家欠收家那么多钱 你总得给收家还嘛 那也不差这几天吧 我这个人啊 不想钱账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出去能挣多少钱啊 能挣多少是多少 那给我借钱的人啊 那也要过年 我多少总得给人家还一点吧 他们也不容计 话虽如此 但是咱俩才结婚一天你就要走 留下午一个人在家怎么办呀 要不你把我也带上吧 你就在家里待着 再说了 我爸妈还需要你照顾呢 老公 你是不是还生我爸妈的气呢 我生他们的气干什么呀 现在结婚哪有不要彩礼的事 是不是 对吧 我承认我爸妈跟你要的有点多 多啥呀 那附近的十里八村都是这个价 你给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嫌弃我了 我怎么会嫌弃你呢 我就是想出去多挣点钱 把欠人家的钱给还了 让你出门也能抬得起头来 那我就跟你去 夫妻两人就应该有难同当 现在是冬天 多冷啊 我干的是粗活儿 你是个女人家家的 干不了 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过年那两天 我会陪你的 这都年底了 你出去打工谁要你啊 我都联系好了 咱们通的王老五在市里边开了个物流公司 需要装卸工 工资按寄件算 我洪生有的是力气 装卸工啊 这也太辛苦了 没事 就当是锻炼身体了 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 我给你啥忙也帮不上 那就等年后天气暖和了 你也跟着我去 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咱俩卸工 家里的钱啊 我都给你家当彩礼了 我又借钱买了一辆车 再加上之前借的呀 差不多有二十万 咱们出去好好奉斗他两年 争取都给还信 其实啊 我真不想让你跟我出去受罪 你在家里照顾好老人就行了 算了 算了 到时候你别去了 这打工太辛苦了 我心疼你知道吗 老公 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你也别出去打工了 我这儿有六十万 你拿去还债吧 媳妇 你别逗我玩了 你有没有钱我还不知道吧 你是不想让我出去打工 故意别瞎话骗我的吧 我说的是真的 都在这卡里呢 我不行 你看 银行卡余额是不是六十万 个 十 百 千 万 十万 我的妈呀 这六十万 媳妇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你 都是这些年干养殖攒下来的 没舍得花 你赶紧拿去还债吧 剩下的钱啊咱们继续干养殖 把规模再扩大一点 媳妇 你可真是咱们家的大救星啊 媳妇 你放心 我肯定会好好干的 到时候挣的钱全都给你 有你这句话呀 我就放心了 赶紧去吧 早点回来咱们办年货 好 你在家等我啊 哈哈哈 哎呦 哈哈哈